大家好,我是凯文 今天是2024年8月11日 欢迎收看我们第207期泰国周刊 今天的内容是正经版 由于泰国三大案件在本周迎来了第一案的判决 所以本期的内容有点多 需要大家多花点时间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说一件小事 明天晚上至后天凌晨 泰国全境可以看到英仙座流行雨 最佳观测时间在13日的凌晨 最大流量为每小时100克 好,我们接下来进入正题 先在后看快乐无限 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 我们看本周的数据 泰国赛的指数本周开盘1295点 向下跳空了18个点 最低下探值1273点 前期1281点的低点被确认击穿 重心出现下移 最终报收于1297点 比上周下跌16个点 柴油的价格继续保持稳定 依然是每升32.94泰铢 91号和95号汽油 在8月6日和9日分别下调了0.4和0.3泰铢 现在的价格分别是36.68和37.05分 汇率方面 美元和人民币对泰铢都出现了冲高回落的走势 美元对泰铢现在处于35.3左右 人民币对泰铢维持在4.92上下 本周头条 泰国前进党被解散 橙色灵魂注入新政党 据泰国媒体综合报道 8月7日下午 泰国宪法法院以9比0的一致结果 宣布解散前进党 并剥夺包括前党魁皮塔 县党魁蔡塔瓦在内的11名高管政治权力10年 媒体关闭了相关报道的评论区 在判决后 宪法法院呼吁各级学者 证件人士和外国外交官员 尊重法院的命令 遵守相互的外交和国际协议 据PBS消息 国际特赦组织高级主任德普罗斯表示 泰国以公开承诺将发挥全球人权领导作用 并申请成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 但当局对反对党的骚扰 与自己的承诺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矛盾 面对来自国际舆论的压力 泰国总理赛塔7日晚间敦促各方接受法院的裁决 并表示他相信前进党有计划和措施 继续开展政治活动 与此同时 前进党的几名高管公开表示接受法院判决 PBS在另一篇报道中透露 8月7日当天已有至少四所大学的学生 宣布举行和平集会 抗议解散前进党 包括朱拉隆公大学 清迈大学 马哈沙拉堪大学和法政大学法学院 据曼谷邮报消息 7日晚间 原前进党在曼谷总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副领导人希里坎亚称 在这次判决后 该团体在议会中的席位 从148个减少到142个 所有现任议员将于8月9日加入新政党 原党魁皮塔在会上安抚支持者的情绪 他说自己哪里也不会去 而是继续留在泰国 以公民的身份参与政治 他说大家无需为眼前的挫折感到愤怒或失望 在下届大选中 前进运动将变得更加强大 另据泰国媒体Mati Chong报道 美联社 路透社 法新社 BBC CNN等国际通讯社和媒体 均已报道了前进党被解散的消息 路透社称 解散判决对前进组织的打击有限 但出于同情 会有更多年轻人支持该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愿景 美联社援引人权组织的采访称 解散反对党是对民主原则的攻击 将损害泰国对人权的承诺 CNN援引之前对泰国年轻人的采访称 解散前进党挫败了新一代年轻人对政治变革的信心 让他们比上一代更加失望 8月7日深夜 曼谷邮报发布消息称 美国和欧盟对前进党被解散仪式表示严重关切 美国国务院称 前进党是去年大选的获胜政党 也是泰国现在最大的反对党 解散判决将危及该国的民主进程 并间接剥夺了1440万支持选民的权利 欧盟称 泰国政治多元化遭受挫折 根据双方2022年签署的合作协议 泰方承诺保证民主多元化 基本自由和人权 这也是双方自贸协定谈判的基础 时间来到8月8日 据曼谷邮报消息 泰国总理赛塔表示 美国国务院对解散前进党的批评毫无意义 泰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有自己的政治和民主发展方式 在随后回答记者提问时 赛塔改口称 美国的批评更像是一种建议 另据泰国议会消息 众议院第一副议长帕迪帕过去是前进党的核心成员 在法院判决后同样被禁止从政10年 第一副议长的职位暂时空缺 8月14日将进行选举 在前进党被解散后的第一天 泰国媒体纷纷刊文对该国政治前景表示担忧 曼谷邮报刊发社论 题为解散政党无起于事 KS刊发评论员文章 题为解散前进党后泰国迎来黑暗的一天 泰国问寻报发表评论 题为解散前进党将引发国际担忧并伤害经济 国家新闻网则刊发了民主机构普利迪研究所的声明 题为宪法院的判决违反民主原则 损害了选民的利益 8月9日泰国媒体综合报道称 人民党将成为前进党的转世政党 原前进党议员除一人外 其余142人将先转入一个过渡政党 然后全部转入人民党 目前并未出现大规模的叛逃 原前进党副秘书长塔纳鹏将出任新党派的领导人 西里坎尔亚继续担任副党魁 之前有传言称 执政联盟中有政党试图以巨额献金 吸引前进党议员 但总理赛塔对此表示并不知情 人民党提出了民有民智民想的泰国版三民方针 并重申会继续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 推动修改112条冒犯君主罪 塔纳鹏说 最终的权力掌握在泰国人民手中 人民党将在2027年大选中 以压倒性的优势上台执政 并塑造一个更好的泰国 该党的第一个目标是在这个月的31日之前 筹集1000万泰铢的资金 并聚集10万党员 据曼谷邮报9日报道 泰国反腐败委员会表示 针对原前进党44名政客 支持修改冒犯君主罪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如果该委员会认定他们的行为 违反政治道德 可以将案件转成最高法院 最终的惩罚有可能是 44人被终身禁止从政 有分析人士指出 人民党之所以没有安排 希里坎亚出任党魁 也是考虑到此案的凶险 希里坎亚作为44人之一 很有可能在下一次大检员中 被逐出泰国政坛 如果最坏的结果真的发生 人民党及其前身前进党 在去年大选中获得的151个席位 将减少至100个以下 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会大打折扣 另据泰国媒体综合报道 8月9日下午 一个保皇派团体聚集在美国 驻泰国大使馆门前 抗议马修米勒的言论 并呼吁停止干涉内政 在宪法院决定解散前进党后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表示 这一裁决剥夺了去年在大选中 投票给该党的1400多万泰国人民的选举权 危及该国的民主进程 违背人民对民主未来的愿望 抗议团体的核心人物阿农说 美方表达对泰国人民的看法 此举反映了不良的外交礼仪 随后包括曼谷邮报在内的一些媒体 将此报道从首页撤下 据国家新闻网曼谷邮报的最新消息 人民党在8月10日 举行了第一次扩招和募捐活动 截至周六晚上8点 已经募集了超过2000万泰铢的资金 并有近4万人加入该党 就像外界普遍预测的 每次蜕变和转生 该党的实力都将迅速变得更为强大 在短短的五天内 我们一起见证了前进党 从解散到重生的历史进程 这一事件无疑会成为 2024年度泰国十大新闻 并对政坛造成深远影响 前进党已经不在了 但是总理赛塔先生还在 8月14日下午3点 泰国宪法院将对总理弹劾案做出判决 开问依然会持续报道 有两个细节提前给大家透露一下 第一个是曼谷邮报刚刚发布的消息 包括维泰党在内的执政联盟的 11个政党今天将举行会议 总理赛塔将缺席 第二个细节 根据我们频道对泰国新闻的定向词评分析 赛塔一词在曼谷邮报和PVS文章标题出现的频率 最近两周出现了明显下降 总理外访 考察 会议 采访等消息大幅减少 其他的就不再多说了 我们一起来等待下周三的结果 好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环节 还是提醒大家多多的点赞加订阅 第一 巴黎奥运会泰国奖牌榜 在奥运代表队出征前 国家体育局预测 泰国队在巴黎可以破纪录地拿到六枚金牌 怀揣着创造历史的梦想 泰国运动员在刚刚过去了一周 在奥运舞台上大放一彩 根据泰国媒体综合报道 8月5日 泰国选手昆拉伍特 在羽毛球男子单打决赛中 不敌丹麦选手安塞龙 为泰国队拿下一枚银牌 这也是泰国在本届奥运会上收获的第一枚奖牌 8月7日 先是泰国选手提拉鹏 在男子61公斤级举重项目上 斩获一枚银牌 随后 在女子次重量级拳击半决赛中 泰国选手詹甲姆输给了 阿尔基雷亚选手伊曼 但最终收获一枚铜牌 金牌的到来并没有让泰国人民等待太久 在8月7日晚些进行的 女子49公斤级跆拳道决赛中 泰国姑娘帕迪帕克战胜了中国选手郭青 拿到了泰国队的首枚金牌 同时也实现了在奥运赛场上的未免 帕迪帕克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位 获得过两枚奥运金牌的运动员 8月8日 泰国选手苏勒柴纳 在49公斤级女子举重赛场上 为泰国队摘得一枚铜牌 8月9日 维拉鹏在男子73公斤级举重比赛中 获得一枚银牌 截至8月11日中午 泰国队在本届奥运会上 共获得一金三银两桶六枚奖牌 在东南亚国家中排名第三 在所有参赛团体中排名第42位 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情况 我会在下周的东南亚财经节目中 为大家介绍 第二 泰国工业联合会调查显示 GDP或跌破2% 据曼谷邮报8月6日报道 泰国工业联合会FTI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多数企业高管认为下半年经济不会改善 全年GDP有可能低于2% 泰国外贸协会副主席皮克松介绍说 46个协会的143名高管参加了这项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 39.3%的受访者认为 今年下半年的销售情况将会保持不变 32.2%认为会出现恶化 28%认为会有所改观 另一方面 4.9%的高管表示 今年公司销售情况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以上 21%表示增长了1%至10% 30.8%表示同比持平 23.8%表示同比下降了1%到10% 19.6%的管理者称销售额下降了10%以上 此外 51.7%的高管认为 今年泰国GDP不会超过2% 39.9%的人预计增长2%至3% 5.6%预计增长3%至4% 还有2.8%的企业家认为 经济增速可能会超过4% 第三 CPI爬升 消费者信心创新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 泰国有部分商品虽然价格没有变动 但分量一直在减少 我见到这类商品主要是零食 咖啡 还有像洗衣液 餐洗净之类的日常消耗品 这种价格不变 内容减少的现象 被经济学家称为缩水势通胀 主要出现在经济下行区间 据曼谷邮报消息 泰国贸易政策和战略办公室 近日发布了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受食品和燃料价格上涨的影响 7月份CPI比6月份环比增长0.19% 同比增长了0.83% 已经是连续第四个月上涨 该部门负责人彭彭介绍说 猪肉和新鲜蔬菜的价格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跌 但以榴莲和红毛丹为代表的新鲜水果价格高于去年 由于旅游业持续复苏 与旅游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一直在攀升 尤其是机票 据该办公室预测 在今年的第四季度 通胀率将继续保持小幅上升的趋势 今年的整体通胀率预计在0-1%区间 另据泰国商会大学的数据显示 7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上个月的58.9下降至57.7 是最近11个月以来的最低值 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 国内政治动荡 第二 生活成本继续升高 第三 刺激经济的措施没有成效 第四 倒闭潮推高泰国失业率 据泰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该国的失业率仅为千分之九 是全球失业率第三低的国家 但泰国经济学家却不认同这个数字 据曼谷邮报9日报道 泰国贸易和工业雇主联合会表示 由于大量工厂倒闭和停工停产 该国失业率已经达到九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占登记工人的2% 联合会副主席塔尼特表示 在政府登记注册的工人约为3700到3800万 其中包括泰国工人 也包括来自邻国的劳工 这样算来 仅失业的蓝领就有75万人 由于像街头摊贩 自媒体博主这样的自由职业者 并不包含在内 实际失业的人数还要更多一些 他说泰国的经济正在放缓 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措施还没有看到效果 加上大量海外廉价商品涌入 泰国的中小企业会越来越困难 失业的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 如果政府在今年10月份决定将全国最低工资 提高到每天400泰铢的话 那中小企业就真的是挨红遍野了 第五 外国投资者信心指数暴跌 据曼谷邮报8月7日消息 泰国资本市场组织联合会近日发布了7月份投资者信心指数 联合会主席科布萨克说 该指数主要衡量未来三个月的市场状况 7月份的数值为60.4 已经进入看跌区域 其中泰国散户投资者信心指数为83.1 下跌了11.3% 机构投资者的数值为90.9 下跌了17.4% 而外国投资者信心指数仅为33.3 暴跌55.6% 几乎是丧失殆尽的节奏 科布萨克说 投资者认为旅游和休闲是最具吸引力的行业 汽车制造沦为最不被看好的行业 除此之外 泰国SET指数7月份爆收于1320点 比6月份上涨了1.5% 日均成交额为441.2亿泰铢 虽然外资流出速度有所放缓 但依然竟卖出了15.8亿泰铢 今年1至7月期间 外资累计流出已经达到1175.6亿泰铢 第六 最近15年 中国人在泰国买了多少房产 一提到泰国的房子 不管是曼谷的公寓 还是滨海的别墅 总少不了涉及中国投资者 据国家新闻网消息 地产公司PropertyDNA的总经理 苏拉切特近日表示 有越来越多中资背景的公司 在泰国主要地区抢购房产 特别是曼谷 巴提亚和普吉岛 该公司估计在过去的15年里 这些中资公司已经在泰国投资房地产 超过1000亿泰铢 他们的目标是将这些房产出售 或出租给富有的泰国人或外国人 如果政府决定把租赁期 从现在的50年延长至99年 并将公寓的外资所有权 从49%提升至75% 必将进一步推高 中国投资者的购买热情 据泰国房地产开发商估计 如果新规最终获得批准 针对外国买家的销售一定会扩大 但同时外资也有可能会通过 泰国代理人抢走所有的供应 让本国公民拥有住房的梦想破灭 最后再给大家提供一组数据 泰国商业部的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 中国企业在泰国投资了3821亿泰铢 占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9.48% 在所有投资国中位居第三位 日本以9933亿泰铢的规模 继续占据第一大投资国的位置 占比达到24.65% 新加坡以4736亿泰铢位居第二 中国资本投向的五大领域分别是 汽车及零部件195亿泰铢 轮胎和内胎169亿 非自助物业146亿 钢铁制造136亿 发电和配电行业129亿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也提醒大家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如果有可能的话 也请多多的加入我们的会员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